瓶子里都是一副认真的脸,在场上打球从来不含糊,自己最喜欢的动作就是后仰跳投,体重很瘦,身高也不算拔尖,而且也经常被队友当作开玩笑的对象。 就是这样一个人,随着勇士队在最近四年间拿到了三座冠军,完全承认的冠军团队成员,利文斯顿,04年首轮第四顺位进入联盟,在洛杉矶快船队效力,不过最终因为表现频频被甩卖,随后因为在场上的影次退步骨折,接近职业生涯结束,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回到了联盟。 在联盟里,他多次转会,最简单的一次就是比新加盟来往,不过在14年被勇士队经理曼尔兹发现,直接是给了三年的合同,作为勇士队替补空位。 在加盟金州勇士队以来,利文斯顿没有华丽的数据,作为库里的替身也是兢兢业业,特别是在德奔端确实非常平常。 在勇士队这四个赛季以来,利文斯顿最高的一个赛季只是场均6.3分,而在最近的一个赛季,作为库里替身,此人场均达到5.5分,可以说在勇士队二战中也属于那种完全是可有可污的球员。 不过,就是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个所谓可有可污的球员,被勇士队经理曼尔斯高度评价,他职业生涯就像是一个悬崖,你不知道跳下去之后会变成什么样。 但是你不跳下去,你就永远不知道下面什么样,他的球队贡献很大,教育了很多年轻的球员,有个这样的空位真的,实在太棒了。 他是我们的冠军成员,随后在讨论多少钱会卖掉利文斯顿的时候,麦尔斯也是给出了媒体非常吃惊的一个回答。 如果你真的想要从我手里抢走他的话,或许你还是打斯蒂芬的主意吧。 没错,很显然,麦尔斯直接是谈到拒绝了外界的报价,而相信,利文斯顿独特的替补能力,也是永远的所看重的吧。